那你就犯重戒 那不行 第七 若多懈怠另发精进 这个人很懒惰啊 出了家也不修行啊 在家受了戒也不看经典啊 不打坐啊 打喝碎啊 虽然他不是做坏事 但是他不精进 他不精进 烦恼一夜就消除不了 痛苦 那你一定要引导他 做给他看 而且进一步用爱语啊 用各种方法引导他 让他精进 断贪生吃 不要再昏沉 懒惰 有些人虽然修行了 但是他就忙着这些次要的事情 不是在忙解脱 也不是在忙菩提心 他就忙着这些次要的事情 那也是一种懈怠放逸 完了是世间法 跟佛法没关系 那我们也要接近他 但是不能一气啊 各位永远记住啊 修菩萨道 一气众生 就不是菩萨 菩萨有两个重点 你讲 不舍弃众生 第二 安住空性 这两个是菩萨的重点 不舍弃众生是大背心 思维空性 安住空性 才是不执着 那这样才可以成就菩提 这是菩萨的基本 第八 若多散乱令修净律 昏尘啊 爱打瞌睡啊 妄东妄西啊 那你要教他 禅丁啊 属习法啊 乃至念佛消业障啊 修姻缘观啊 等等等等 那所以菩萨为了众生 你一定要学 各种对质的方法 第九 诸无智慧 令得胜慧 所以不了解万法的真实相 也不懂了善用万法 智就是懂一切 慧就是无分别一切 而不是说只有讲无分别 而什么都不懂 不会煮饭 那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那不行 所以诸无智慧 令得殊胜的智慧 使者 一切有情 疾苦所逼 菩萨普为习除 另一菩提 不为丈难 所以 那所有众生 因为贪嗔痴 造业 乃至五卓二世 为苦所逼迫 那菩萨要想尽办法 弃除他的障碍 最后希望他走路 成佛的菩提 而没有各种的障碍 如是名为菩萨 成就大悲心 以大悲心 成就其身之死法 重不重要 所以各位这一点 这本多读几遍 好不好 读完以后 你就拿大乘保药 议论的整本来看 进一步还有 另外一本比较厚的 那因为几天菩萨 他收集了 那最好有空 我有保荧经那么好 有三巧方便经那么好 那你应该 整部拿来看 所以 但是不能一直停在看 半工半读 一定要半工半读 看了时间 你看太多 吸收不了 没有用 就像我讲太多 因为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们电视台就叫 师傅啊 带子不够啊 讲啊 像各位 我认为跟各位 讲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消化十天了 因为你要去做才有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参话头 就一句话要参三天 就这一句话你要消化了 你才有第二句话 你第三句话 你这句话都没消化 无常不知道什么叫无常 你去讲大背经有用吗 因为他没有体悟苦 苦就来自于 无常变化的一切 他没有深深的体克 他还认为 我牵着我的老婆 带着儿子去度假很快乐 他没有那个无常想 那你要升起背经就有点困难 但是所以 那这一点一定要思维 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位 出家师傅看一下 你已经起来不错 你当时要买人了 你说什么小话 我说你要学放下 不然你拿着做里面的 第一句子尿尸 我跟你说 因为他认为是我盖的 我盖的我就 从头一直在数落这一间 因为我知道他的注意力已经在那一间了 所以我就会跟他先麻烦麻烦 不错了 然后再跟他开开玩笑 提醒他一下 我说这个也是个执着 你就会起烦恼 偶尔跟我出国你就忘了他 就不会烦恼 你说有理由 我在那里面是弃 弃是弄命 对不对 本来就丢了 佛陀说 这个一棵树也不要坐太久 在家人的家里 你不要住超过两天 对不对 因为你的世间法 你在那里面住那么久 你在那里面住那么久 佛陀为什么不要我们出家人 在家人家里去睡 不要超过一天两天 他就是怕你在那里面都是私俗法 你会起烦恼的 那你这里面有这么多居士在这里面 然后你一个出家人住在那边 那你不起烦恼才怪 只是为了说道场是你的 你放不下放不下 然后你这边起烦恼 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讲 我才知道道场很烦恼 我说没关系 那你就放下 不行啊 没有我不行 佛陀你不行 你就出去二十天再回来 他就会行的 他就会运装的不错 没有说你不在不行的 对不对 哪一天你躺医院急诊的 哪有不行的 这个你要学习放下 从放下里面 客观的去看他怎么处理 你就会学处理了 知道吗 你在那个范围你就会贪生吃 所以我讲一个实话 我的爸爸遭遇症很严重 严重到我会想去打我妈妈 严重到自杀 严重到这样 后来我们实在想不出别的方法 我就跟我大哥讨论 把我爸爸带到寺庙住 为了带到寺庙 我把两个地方弄得像总统套房一样 因为我希望我爸爸 看哪一个角兔有三窟 让你选一个 我终于他选好了宜兰那一间 我那住下来 一住下来 奇怪 我还跟我们里面法治说 我爸爸遭遇症 会很凶 大家帮忙帮忙 多念 结果他们住了几年 不会啊 师父你爸爸很温柔 天天笑 没有生气 奇怪 后来我才知道 他离开我妈妈就好了 什么遭遇症 尤其被子的都好了 原来点在我妈妈身上 因为我妈妈就是不理我爸爸 我妈妈嫁给我爸爸是 奉命的 因为我爸爸 因为有钱人 输足的高 日本回来 他带着女朋友 我的阿嬷不喜欢 我阿嬷就去找我这个妈妈 长得漂亮温柔 但是家里穷 对不对 他就这样跟他买过来一样 然后我爸爸就很孝顺的奉命 所以他们是没有感情结婚 所以我的妈妈 我爸爸去交气应酬 他都不去了 我是从小 我爸爸就抱怨 哦 那时候我做大男人 都当做我母母 因为我妈不出门了 我妈长得年轻 长得漂亮 但她不出门了 她不管因为没感情 她跟世间不一样 世间你爱这个男人 要靠也要去 对不对 爱靠爱对路 我妈妈就不去 她就照顾了 所以我爸爸就抱怨 抱怨就会骂 所以她就是我爸爸生气的点 你这个点就变成又一件造语 就是这样 所以一分开 那就没事了 所以有时候我还跟我说 妈妈 爸爸回来拖两个 不用啦 我意思是说 我拖那里的就好了 因为我大哥才是他喜欢看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因缘 所以想一想 原来我一辈子都认为我爸爸错 原来是我妈妈错 我还误会我爸爸了 所以因为他只是用一种 不合作态度 就是刺激这样而已 那我爸爸又是日本教育 日本教育的人就是 就是要讲服从的 对不对 碰到我妈妈 碰到克星 对不对 他是台湾教育 一点都不服从的 他也不会跟你吵架 就是不跟你讲话 就够他难过了 这个也是因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 原来我跟我妈妈说 不是爸爸没有问题 那是你有问题 你欢喜就笑 不欢喜就不要笑 所以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同样的 你的先生生病 你的太太生病 问题在你身上 我们大乘佛教师 对方是因为我的问题 才会这样 所以你改变了 对方就会改变了 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的肉体也改变了 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的环境也改变了 一切为新造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来先回向 那各位就要 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做 排位回向 愿意持功德 我刚刚看了这两行字 写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大家的梵音 大家的发菩提心 那我想 如果这两句话 能够体悟 我想大家也都开悟 所以 对佛法没有什么困难 然后你能够悟 悟就是放在你心里 叫悟 不是知 知是你知 知道那只是一种知见 我们讲悟是融入你的心 去改变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把大乘的经典 然后都能够把它 深入了文师修 好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古老的东巴画 是最具特色的纳西族美术遗产 一般分为地狱 人类 天界等部分 画面色彩鲜明 艳丽 人物造型生动 主要在表述生活作息 和造恶受惩 伟善得乐的因果观念 既受藏传绘画艺术影像 有具有纳西族传统风格和特色 我们纳西族的东巴教 他把整个宇宙分为三层 天堂 人间 地狱 做好事就上天堂 做坏就下地狱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 跟佛教是有关系的 大家来看这幅 这个人是一个残舌妇 搬弄是非 嚼舌头 残舌妇的下场就下了地狱 然后小鬼就把她 小鬼就把她的那个 舌头拉得很长 看到没有 然后牛在上面离地 其实《地战经》里面也讲到 残舌根里 就告起我们要注重口语 不要乱说话 不要引起周围的连连不合 这幅图我们叫做青蛙八个图 只要看到这幅图 一定就是那些主人的 青蛙八个图 传说这是金色的大蛙 把一本蹬搭金属池 天神生气 射了它一箭 箭从胶中间射过来 箭头是金属做的 箭尾是木头做的 青蛙临死之前 口吐鲜血而完 血代表的是火 青蛙临死之前杀了三笛料 代表的是水 指的是正北方 趴在一块土块上死的 金属指的是正西方 木头指的是正东方 所以金木随猴土 包括它的四十角代表的是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 几个方位就有了 是我们那些族东八用来 张普算命的 跟我们的道教八卦 有一起去的 不知道 但是没有受到八卦的影响 周围的这十二三笔 这个是受到我们 东南汉族的影响了 那大家再看一下 这边有几个字 这几个字代表是东南西北 代表是八卦年 东八文化最令世人瞩目的是 东八文 它是世界上少数还在使用着的 象形文字 被誉为是文字的火化石 创造于一千多年前的 东八文 有一千四百多个单字 丰富的词语 能够表达细腻的情感 能记录复杂的事件 亦能写实作文 如果单单把这个字拆开来 这个字呢 它是数字是这样子写的 它代表是屡性 屡性 词性 都是这个字 这种文字呢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一颗树是大树 一个朵花是漂亮的 它就会标上旁边 标上这个符号 那它的意思是 很漂亮的树 高的树 那就是说 我们创造字的时候 凡是好的字节 都会加上这个 也就说明一个问题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女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男人地位很高